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这里的环境好好呀 是吧 特别漂亮 看我身后 还有一个这个房子建在那个水中央 不会是龙王庙吧 哥哥 有可能的 本来这个房子没必要建到这个水中间 我发现这个地方如果在这里搞个猪排 玩一玩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水生不生 我来试一下 我这有个拐棍 就在旁边试一下就能试出它的深情 这里肯定好深 不用试 我看一下 旁边都这么深 旁边深不见底 这是这 去山上玩 走 哎呀 吓死我了 我欠 哥哥今天说带我出来玩 结果真的是露了它的坑 迷路了 现在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这路走的我都好邪 你还拿个棍子多的不然都走不动了 前面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加油 哎加油 这个房子都没住 应该是个叫什么工房 快一点 爬个山这么慢 哇 你看这啥 快来 哎 也是咬的我第一次见 我在视频里以前别人的视频里见过 全是毛毛这么多 居然让我见到了真的呢 能吃吧 也是咬的肯定可以吃呀 我来带一个下的跟熟没有 哇还没有熟你看好硬 太激动了 看一下 全是毛毛 你自己看这个毛腿完了是不是就这样 像猴子 是不是 这个野生米红桃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波哥你见过没有 没有 真的是在身上迷路才能碰见这样的美味 吃一根看一下 现在吃不了 现在太酸了 还没还没有还没有成熟 迷猴桃是什么时候成熟的呀 我来我来百度一下百度一下 我刚刚把这个迷猴桃剥了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比那个就是我们买的这个迷猴桃 颜色要更深一点 我刚才百度了一下就查了一下 他说那个迷猴桃是9至11月份成熟 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吧 就差不多了吧 波哥要不我们再回去吧 他说在家里五两天 软了我们再来吃 肯定特别好吃 我刚刚已经吃了一下了 嗯 他已经不不酸了啊 不麻口是吧 不酸不麻口 就是还有点深 听你的 嗯哦 我还是勾不着了 怎么办 这个野生的迷猴桃 我一直以为迷猴桃是树 原来是疼啊 嗯 摘不到了上面几个 想办法啊 跳起来 哈哈哈哈看了没有就个子小小的他野生迷猴桃的个子是要更小的 但是等他五熟了以后他就那个被你搞断了五熟了以后他的味道就更足一点啊 嗯 来 摘开来摘开来 就摘到了这么七个一共是有八个吧 刚才被我吃掉了一个长得毛笼笼的超级可爱 朋友们你们认不认识这种野生的迷猴桃啊 等我带回去五几天啊 我顿时感觉我又有力气了 哈哈刚才走的没力气了 呃因为我今天就没打算要到山里面去嘛 然后吹的裙子不太方便 哦他这个外面有这个野生的迷猴桃 估计山里面更多 等哪天呀就是换好新装 我们再去好好的摘一点 好吧 好 走 继续找回家的路 今天运气真是差呀 走到这里 没有找到出口房 下雨了 这里有个大隧道 但是门锁住了 而且还送前门看起来阴生生的 你过来看一下对面 对面还是亮空的呦 大概有两百米吧 过去那边好像就有风景秀丽了 但是锁住了不能过去 如果不锁住的话 我们到对面就可以好好的玩一下了啊 啊 继续往回走 这里过不去又下雨了 怎么办怎么办啊 回秀啊你戴着帽子呢 真是的 往回走往回走 这里看起来阴生生的 我感觉